今天來了三位跳跳紮紮的嘉賓 其中一位曾經游泳時 有一隻怪獸想拔他到水底 至於另一位嘉賓 之前家人在醫院做完小手術 回到家裡,性情大變 好像變成另一個人,嚇倒全屋人 至於視像部的朋友 說回一次去台灣旅行的時候 在酒店尾房遇到一個靈異經歷 馬上開始,總有一瓣喺左近 有意思嗎 歡迎收看總有一瓣喺左近 今集請來男團Pixel討論 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Phoebus 我是George 我是Marco 但今集的嘉賓是有點奇怪的 為甚麼 因為在我們開機之前 她說明Phoebus說她不會說話 為甚麼 我今天是旁聽的角色 因為我小時候 聽了那些竭尾鼓或鬼鼓之後 或者看了那些鬼怪的電影 我就會…很容易歷歷在目 很容易我會聯想到是否有甚麼事 然後經常承認 好像很影響到自己的生活 然後我決定從那一開始 要不聽、不看、不說,三筆 但如果你上我們這個節目 是完全不能做這件事 你一定要聽,一定要說 我儘量附和客戶 不會的,我不會幫你的… 但聽到怪聲純粹是… 可能是因為你本身比較陰 還是你容易看到那些東西 所以你不看那些是甚麼原因 甚麼怪聲 我覺得其實它是普通的聲音 但可能… 因為有些樹林可能有草叢的聲音 或有時睡覺就有波子的… 那麼有錢的 家裡在樹林那邊 不是,只是靠近 有時可能聽到樓上樓下 有些波子的表情 然後聽過別人說的 不知道代表甚麼 但其實可能很自然 其實是那些… 水管膨脹 對,水管膨脹 對,那些聲音 但聽別人說完後 我會聯想到其他東西 然後我會很辛苦 我會睡多少睡不著 然後很害怕,縮眉一塊 即是他無恨幻想的 對…我是那種 好的,交給兩個隊員幫忙分享一下 我記得我七歲的時候 我當時參加泳隊 只是剛開始學習游泳 通常平時我放學後就馬上去游泳 那天不知為何延遲了 到晚上才開始游泳 即是晚上才開始游泳 游了幾個來回後 有一次我們排排隊游 可能有五、六個學生 一條龍游,我是最後一個 游到對面後 因為對面是… 不知為何燈是特別暗 那時已經沒有人,因為是晚上 然後回來的時候 已經全部都回去了 然後…因為游泳 你回去的時候要踢牆 然後踢那一刻,我踢不到 我感覺到有些東西捉住我 即是扯住我,我踢不到 而且扯住我,扯住我水底的位置 直接下水底? 即是我的力量扯到水底 我不斷掙扎 然後我回去,我問教練 他看見我沒甚麼特別 即是他看你很正常 他不覺得你會震傷 對… 但游泳時,我自己有很大的感覺 我記得他捉住我這隻腳 只是是手嗎 我的感覺是手 而且很大隻 上水 你嘗試看看有否手印 或者怎樣知道有否有一個痕跡 可以讓你找到究竟發生甚麼事 我當時沒有馬上… 整個字 我沒有馬上看 因為我當時太害怕 之後我也沒有一點再來 但回想起來也會害怕 在哪區的泳池 是在元朗 提醒大家,不要去 有些人說有一個比較陰性的 是嗎 就是近黃大仙的頭那些 其中一個 我一定不會去 好的 George呢?有嗎 不是,是我親身經歷的 是我家人,我不會說是誰 即是我媽媽 那就… 有… 我還好 也不太知道是誰 年輕人的聽話 有時候我們真的不太明白 我媽媽有一陣子… 應該是幾個月前的事 因為她的身體… 這麼近嗎 對,其實很近 因為她的身體有些狀況 要進醫院做小手術 然後醫生叫她留院 差不多兩、三日 然後有一天我去探望她 我第一次看到我媽媽的身體很虛 她的虛度已經很青 我沒見過她的樣子 然後探望她後我回家 好像翌日的晚上 我爸爸突然打電話給我 因為我爸爸通常是這麼久才打電話 我聽說爸爸有甚麼事 然後他說 兒子,你可以冷靜點聽爸爸說嗎 震動了嗎 對,震動了 她懷疑我媽媽鬼上身 有一天我媽媽突然在床上 整個人彈起來了 即是她回家了嗎 對,回家了 她突然彈起來了 然後她的臉是紫色的 然後兩隻眼神非常空洞 然後她不斷口說 老公,救我… 就是這樣 然後我爸爸嚇得呆了 立即夾她的中指 對 用手指夾她的中指還是甚麼 用筷子夾中指 然後我媽媽就立即躺下 對 這麼神經? 對,然後我爸爸打電話給我婆婆 因為我婆婆在鄉下 因為她認識一些問米的人 然後她說 原來我媽媽在醫院那段時間 有一個人想上她身 然後跟著她回家 趁我媽媽最虛的時刻就上了刺身 然後不知用甚麼方法 就令我媽媽最無事 我第一次感覺到我爸爸很害怕 我沒見過這麼害怕 即夾中指是有用的嗎 聽說是有用的 聽說是有用的 紅色筷子… 對,要用紅色筷子 我不知道 她應該用普通筷子夾中指 可能痛得暈倒 對 可能痛得暈倒 媽媽說在醫院也看到 有一個靈體想上身嗎 其實她感受到,但她看不到 她感受到… 她說她在晚上睡覺時 她說已經有人類似在他旁邊 來來來去走 但她不知道是甚麼 她以為是護士 之後她醒來 你再問她她有感覺嗎 她說有一晚覺得 自己是困在自己的身體裡 感受到不是她自己 對… 突然我想起,我有個朋友是這樣 她剛才說突然睡醒了 彈起來 彈起來 我真的有個朋友也是這樣試過 也有很多年前 她剛好那時候比較混濕 而且認識身邊的人 也有很多古靈精怪的人 又說認識水晶 又說認識甚麼體驗 不是說你 也不是說我 對,不是說你… 她認識很多人的時候 可能是聚了那個能量 是 她覺得很差 那天晚上她和我女朋友住 突然睡到半夜 這件事她又是斷片 她不知道 後來就是她女朋友告訴她 她突然彈起來 然後衝出廳 拿了一堆香 塞進嘴裡 是 即是肚餓 我不知道是否肚餓 可能是,如果是鬼 我當作是鬼 她真的衝出去 拿一堆香塞進嘴裡 嚇死了女朋友 你已經是怎樣了 甚麼 沒有… 她是辣真的 就這樣放下去 然後她女朋友嚇得傻了 然後拍她,把她弄醒 她後來才記得 對,那段時間經常看到東西 在家裡看到 甚至七至十四時 我看到的士在車頭蓋上 坐了一個女人 那段時間經常看到這些東西 後來也是找師傅辦 或者又醒了 但為何她那一刻突然這麼暈眩 不知道,可能她認識了那些人 她有那種氣場 然後帶給她 然後變陰 對… 她認識那些人 反而不會更容易她知道 怎樣對付她 也未必,因為那些人太陰 可能她身邊有些靈界出現了 她也好奇,她也好奇 後來就領著東西了 跟著回家 所以這幾句是會斷片的 不會有其他發生的事 但現在媽媽還可以了嗎 可以,身體健康 那就好了 全家都幸福 但如果說到水晶 我剛才在灑落時 認識了一位普通朋友 聊天 然後她說 你們是否認識很多師傅 會怎樣去測試 我說這樣 我介紹師傅給你認識 你自己跟他聊天 然後她就答上了師傅 在那裡聊天 如果我想問測可以怎樣 然後師傅就說 要不你把照片給他 他幫他感受 例如你做節目的支持者 他立即自拍了照片給他 然後師傅沒有看過他的家 只是帶頭自拍而已 然後師傅突然問他 你家裡的水晶不要亂擺 你沒有清晶的水晶就不要亂戴 還有為何你家裡有那麼多水晶 然後他就… 怯一怯 怯一怯 沒有,朋友說我做生意的 我想更旺 然後就叫他逐個拍… 拍到唯獨有一個是陸丘的大衛星柱 他說是這個 有古怪… 就一定要他拿走 但這個也不是最恐怖 突然那個師傅就問他 問得很細緻的 你有沒有姐姐或妹妹 然後就在世或離世 然後就問為何你會這樣問 然後那個師傅說 沒有,突然之間 我聽到有個小妹妹跟我說話 所以我想問你這件事 然後才知道原來那個男生 有個同父異母的妹妹 三、四歲的時候 他就問他,其實我不會跟父異母的妹妹 為何會跟著我 然後他就說 因為跟不到他爸爸 其他兄弟、姐妹 但唯獨是他最陰 所以就一直跟著他 跟著他這麼多年 所以又怎樣… 沒有,我沒有…很緊期 這幾個星期而已 但他沒有害他… 沒有害他 想跟著他… 我不知道 因為他趕到這裡 然後問他怎樣… 然後他就… 像下湖分界一樣 對,下湖分界 所以不要亂玩 你們沒有吧?小時候會不會… 水晶… 你好像有 你看他的手,你看他的手 水… 但我沒有玩得那麼細節 Marco有嗎?Marco有否貪玩 我不敢玩 我算是挺大膽,但也害怕 喜歡玩遊戲 如果你說你大膽 以前一個人在韓國的時候 一個人住,對吧 對… 那有甚麼特別事發生 或者特別害怕嗎 我在韓國反而沒有試過 但我自己一個睡覺 我在香港的時候 我跟家人住 有一次家人不是在家 我自己一個睡覺 那時還是小學的 但那時習法讀中學 那時同學很流行 不知道甚麼手勢是驅軌的 然後我學了一個 現在已經忘記了 無緣無故要學這個手勢 不知道… 類似… 不知道怎樣做這些… 這是七師傅教我們拍手 拍手… 我不知道,總之類似手勢 總之我先學習了 然後我回家 那一晚我就睡覺 然後凌晨醒了 然後突然間有個影 有個光影 即是光的… 即是能量球 光球,OPS那種吧 它不是有個球 正確是有個光的球 但它是天花板有個光 然後我看著 一開始它沒甚麼 但它慢慢在轉 在打轉 轉著檔案 然後轉得很快 然後我躲在被子裡 然後我打開被子時 還在轉著我 我心想甚麼事 然後我試試做手勢 做完之後就沒事了 會否是這樣 為何要做一次 為何要忘記了 我聽過這麼多人,當中最流行的 連最害怕的Phoebus也忍不住 是真的… 我想不同宗教有不同的作用 最重要是要你相信那件事 對吧 所以可能是心情變紅了 或者力量大了時 其實甚麼都可以幫助 粗口也可以 對,有些人可以 就是這樣說 我們回來再聊聊,好嗎 知道還有一些聊天 好 我們回來再繼續 好,我們繼續有Pixel 現在想問George 有一次好像在南京時 腫了一些東西回來嗎 對,大概中四那段階段 因為剛好學校搞了一個交流團 是去南京的 因為那天我們去南京前要坐凌晨機 那天很早要坐四、五時機 然後就沒有睡覺 然後坐… 坐到南京差不多早上 但我們不可以回酒店住 因為酒店還未開 還未開 而且我們要參觀那天的景點 才可以回酒店 當時我記得我跟六個同學一間房 不過只有兩張床,我們很小 然後很累 但我旁邊的那個人還未睡 他在同一張床 然後我記得一躺下去 關燈所有東西之後 突然間床尾站在一個類似婆婆的影子 全人站在那裡 但我完全沒有看見,是黑影 然後我害怕得先呆了10秒 然後就問… 喂…你看到嗎 看不到… 你回答看得到嗎 看得到 看得到 他說他也看得到 他也看得到 然後我… 其他四個同學呢 睡了,因為真的太累了 然後我馬上打開燈 打開燈時已經沒事了 其實是否旁邊打過影子 不是,因為我們把窗簾拉起來 完全沒有任何影子 還有甚麼特徵 讓你覺得那個是一個婆婆 應該是黑的也不太清楚 我現在還記得她的頭髮是這麼長 然後她的身體是這樣的 亂攻 亂攻 所以我很記得她的身影 那她之後怎樣消失了 一開燈就不見了 就沒有了? 對 那你們去過甚麼景點 我們那天好像去了南京大屠殺 我正想問是否有這些 那裡真的有私階 所以我自己想應該沒有關係 應該不會… 我反而覺得有可能 有可能 我覺得有可能 因為這些博物館的怨氣很大 那回到香港沒事的? 回到香港沒事的 幸好沒有跟著我回家 其實她的陽氣也不錯 是嗎 對 她的陽氣不太陰,還不錯 我們呢?還有一個人 這個很近期 這個是三年前 那時我還在讀中學 然後那時… 三年前還在讀中學 我不刻意聽 這些是否才算了 你不用這麼說 好,看你繼續看 那時我記得去同學的家玩 回到家,到樓下時 我要走一條很長的樓梯 那條樓梯是崎嶇的山路 大概200級 我走到中間時 有一個轉彎位 因為那時我聽過 我戴耳機聽過 但我在吵架的音樂底下 還聽到一些聲音 因為那時候 11、12時應該沒有人 我聽到那些聲音 你不知沒得很害怕 慢慢脫下耳機 我看在後面 走到我旁邊 有一個這麼高的小朋友 是很矮的小朋友 他身邊經過,走了一段路 我認識歌時不見了 跑得這麼快 因為小明真的跑得很快 但晚上一個小朋友比較奇怪 對,很小,而且很小的小朋友 很明顯不是甚麼吧 應該是 但小朋友很實在 很實在,很小 有機會是小朋友 可能是真的小朋友 但那算是你回家必經的路嗎 算了 那你將來再走那條路 是否很害怕 所以我以後都不敢這麼晚走 晚上就叫Phoebus陪你走 怪不得你認識Phoebus 更害怕 其實我走這些… 現在就是… 因為我不聽、不看、不說 所以我走就沒那麼害怕 但你經過今集之後 你就會有很多故事在那裡 那些東西就會湧起來 我不會 我要… 如果兩個一起走 你會想過那些東西嗎 如果兩個一起走 還是你自己會… 因為我以前經常走山路 我以前小時候會… 晚上偷偷地出去玩遊戲機 我會走山路 而且我以前上學也是走山路 就是因為聽得太多 所以一邊走 一聽到怪聲就會很害怕 我們只能拿到燈筒的光 以及手機的光 才看到那條路 到現在我就可以完全不害怕 因為我真的完全不聽不看 如果將來真的有機會撞到那些東西 那你會怎樣處理 會報警 我覺得會… 我應該會很… 因為我之前有些經歷 就是我一會害怕了 我會害怕很久 我只要跟自己說不要害怕 我一定要保持平靜 然後我就會沒事 他這個方法是正確的 因為你不接觸的時候 就算任何怪聲 你也會覺得不是那件事 對… 其實跟他調節不到 我就是這樣 其實還可以 但我以前也是Phoebus的中人 自從做了這個節目之後 他就白無禁忌,說沒事 白無禁忌… 然後聽到來到一個點 原來也是這樣,也是飄來飄去 突然出現又不見了 他也是在旁邊而已 那就沒事了,也是這樣 就是你穿越過的人就沒事了 就沒事了 對,我們要跨過他 對 聽說接下來 我們視像的朋友很厲害 對 你準備好嗎 認真聽聽 認真聽聽,對,來吧 我戴耳機 好 你好,阿德,你好 你好 你好 這次是關於一個十年前左右的 台灣經歷 一到達 我跟著地址找不到那間民宿 找到一間住宅 也比較舊,有很多隱形 一按鈕就有一個 包著地毯的伯伯開門 包著地毯的伯伯是甚麼意思 他的衣著很奇怪 不是普通T恤 他是露薄的 對 好像有一個地毯做了柱子的狀態 對 柱子曲比較特別 對,其實這裡不是重點 不過最後他很熱心 他說沒有這間民宿 我們被騙了 當時是旅遊王貴 沒有房間 他帶了我到樓下 去一些比較隱形的酒店 只能安排地下的尾房給我 我的朋友正在睡覺 廁所開始有些情況出現 就是他在那裡閃燈和衝刺 不斷地這樣 然後我打電話去前台跟他聊天 說有這個問題,叫他來看看 等了大約15分鐘,有人按鐘 我去看一看門 沒有人 我的房間的門口 是跟後門90度相似的 這是後門,這是我的房門 一開門,就是後巷倒垃圾 我只看到後門開了 沒有人 然後隔了15分鐘,又響鐘 然後再看我的房間 看見外婆在倒垃圾 我以為是她按鐘,於是開門 然後她又說沒有人按鐘 我一直在倒垃圾 然後跟外婆說,外婆說沒有人按鐘 陪伴我走到前台 然後我打電話 說有同事會來處理這個問題 但等了半小時,沒有人來處理 前台說我沒有收過任何電話 前台叫我回房間等 我繼續等,等了兩小時 然後有人按鐘 又是沒有人 然後我放棄了 然後我對著廁所罵我 她是繼續的,她不理 然後我就睡覺 就是這樣 你完全沒有處理她 那些沖水、閃燈 你沒有處理過 這個位置反高潮 很好 很好,不理會就最好 不理會 她也是繼續這樣 我好像也繼續住了三萬 她也間斷性,也有這個問題出現 但她沒有其他東西令我害怕 純粹是壞的 那地毯八八也沒有關係,是嗎 即是地毯八八 那地毯八八… 第一個時刻令我覺得害怕 可能是山地人 因為我小時候 對,可能是那種服裝 是否會令你繼續聽故事 是原住民而已 對,怎樣也沒有罪 原住民的… 不理會我 好,謝謝你 謝謝… 再見… 再見 真的信則有,不信則沒有 我應該也會像她這樣 即是… 應該走了 我應該馬上調房 如果也調不到房間 會怎樣 可能是屬性叫醒朋友 或者不理會自己 把所有東西都收拾出去 待會要睡 我會躲在被子裡 假裝甚麼都聽不到 你蓋著,你一拿開原來 原來原來很遠的 突然站在你旁邊,你會怎樣 不,她有那個手法 對,她就是這樣 那個手掌 對… 那是七段感 好,今天謝謝三萬先生 謝謝… 希望你們接下來要拍攝 遇到的,再上來分享 多點上來分享 好嗎 希望不會遇到 對,不會遇到 好,02事件 我想不會的 相信則有,不相信則沒有 時間的,下集再見